好了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specific的 他说请教一下张念廷先生这个Medicare Savings Program和白卡有什么不同 他会不会和房子挂钩呢 OK那这个Medicare Savings Program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张先生来替大家回答一下 Medicare Savings Program是根据每一个州的经费而定的 他要看收入一个人收入单身收入或者是家庭夫妻的收入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政府有一个表看你填 你填了以后当然要看资产看收入看不同的年纪 你符合什么样的条件的Savings Program 那你说有没有跟白卡挂钩 那由政府的表格上面就可以决定了 那看后续的政府是不是给你白卡 那给了白卡这个就是白卡的规定了 他也要晓得那是不是有后续的要跟你要收这个医疗费用 白卡的规定还是有的 所以百年以后白卡是要跟你收医疗的账单的费用的 所以这个老实讲自己要晓得你是不是应该要有白卡 是不是你最好要避免白卡那你自己决定了 好再次改成我们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 好这个也是啊我觉得很多 然后我们最近也收到了很多这个留言都说 哎呀我无缘无故就来了一张白卡 我也知道白卡可能我百年之后跟我的财产会挂钩 会秋后赚账 所以我不想要这个白卡啊 那类似于这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 那有些朋友他不一定是看我们每期节目嘛 但是这边我有个小小的方法可以告诉你 其实我们无事不登三宝店呢做到今天已经快五年了 就像一本百科全书一样 我们华人在美国遇到的种种问题呢 其实大大小小我们很多都已经做了一遍了 那怎么可以得到这些标准的答案 怎么来翻阅我们这本百科全书呢 那方法很简单 只要登陆我们的YouTube就可以了 那但是一定要进入我们自己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呢就是SinoTV横杠LA 这个就是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官方媒体频道 上去之后呢一定要Subscribe关注一下 然后里面有个Playlist Playlist里面就无事不登三宝店 有1和2 然后你点到这个Playlist里面呢 会上面会有一个那个小标签 就有一个那个搜索的Search的一个小的放大镜 你在里面搜索关键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要搜索白卡就会跳出来 其中有一个我的记得很清楚 怎么把白卡取消就有 怎么申请白卡 白卡会不会跟应这个房子挂钩 会不会让我秋后算账 切的问题都有 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朋友电视机前的这些朋友 我们也要慢慢的就又会使用我们的传统媒体 也会使用我们的新媒体 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这电脑都没学会 以后也会非常的不方便的 好小小的这个温馨提示告诉你 就进入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channel 就可以搜索到任何的内容了